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在看這條影片的你們有沒有看過雖然是精神美 但沒有關係呢? 有沒有覺得高文英的造型很美呢? 不如一起分析一下它的造型吧 如果想看的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啦 那不如說說為什麼我會看這部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我的改造系列 還原靚靚拳呢? 我的同事Yoyo就極力推薦我們把這個素人打造成 好像在這部劇中的金獸賢一樣 然後他就一直在推銷這個劇 有多好看 有多棒 然後我改造完 回到家 我就決定要馬上看這個劇 然後我就不能死掉了 重點 我們那一集的還原靚靚拳 我們真的把那個男生打造到好像金獸賢 所以我決定在那條影片之前先出這條影片 然後隔幾天後就會出那集的還原靚靚拳 所以你快點 按了訂閱之後 再打開那個鈴鐺 我們馬上開始了 那今天這條影片中 我們主要就是分析高文英在戲裡面的服裝 那他在這個劇中就飾演一個成功的女作家 因為他在劇中的性格是很黑暗很dark 有一點邪惡 但其實他內心是一個很少女的一個女生 所以我覺得這個劇的造型 給他的衣服完完全全是表達到他的角色 那我今天主要就會講幾個他在劇中的 是一個很少女的看法 首先第一套衣服要講的就是這位高冷魔女 她的首次登場的第一個看法 就是這一套 他穿了一個西裝衣服 配一個像蛋糕那樣的裙子 千萬不要看少他這個看法 因為你看到他的衣服 都是非常有心思的 首先你會看到他襯的這雙高跟鞋 就是一雙Jimmy Choo 黑色斗鱗 給予人一種高霧的感覺 還有放在桌上的Givenchy的鐵鏈包 鐵鏈給予一種很剛強的性格的感覺 給予大家 他整個充滿女強人氣質的服裝 再加上一個梳在側面放在一邊的一個彎頭髮 絕對是令到他整個造型加添女人味 好 接著就要講第二套 第一次女主角嘗試穿一些比較驚訝顏色的顏色 而她穿的就是這條粉紅色的Dress 這條裙子是來自於McDubutrum的 再加上因為韓劇的關係 高雲一亦都不忘去支持韓國的Designer 她在這個劇中用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小袋 去碰撞她那個很剛強得利 很有霸氣的性格 而究竟她用了什麼袋去襯這個粉紅成品 她就是用了一個Play No More的藍色袋去襯這個造型 粉紅色撞藍色 挺有 contrast 對不對 第三套 沒錯 這套也是其中一套我最喜歡的衣服 大家見不見這一幕 高雲英第一次去到精神美女裏 去給一個class給大家 去和大家一起上課 她穿了一套我覺得是整套劇中最有型的衣服 就是 大家有沒有看過Nix in Fashion呢 Nix in Fashion的得獎者 就是這一套衣服的設計師 Min Joon Kim 大家看到這一套衣服 感覺上是非常激烈的 還有大家有沒有發覺 Min Joon Kim的這套衣服上面 有一個很漂亮的皮革腰封呢 這個皮革腰封是來著一個我很喜歡的品牌 它就是Lowei 這個腰封簡直是造型上的一個重點 因為這個腰封 令到她本身的衣服上面戲劇性的剪裁 更加的放大 它這個腰封簡直令到整個造型 無論是手袖、腰、寸布 所有東西都變成一個Dramatic的效果 好 講到Min Joon Kim的設計裏面 其實高文英在劇裡面都穿過幾次 其中一套令我印象最深刻 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劇中 有一個患者誤認了高文英是她的女兒 那一幕 那一幕她出來的時候 是一套由頭到腳都是粉紅色的套裝 我第一次看到她穿著那衣服走出來的時候 我簡直是 因為我第一眼就是留意到那條腰 她那條腰簡直是幼得好像這麼幼 而且劇裡面因為她慢慢開始 和男主角 develop一個關係 雖然關係還沒有浮面 但是她穿了這個粉紅色的套裝 突顯到她硬朗的性格之外 其實她有一個很少女的心 所以我覺得這套衣服在這一幕出現是非常之適合的 再加上她穿了一個很乾淨的 少許Fringe扭下來的一個邊 會有一些很簡單的一個妝 再配搭一個長的耳環 整個樣子簡直是very good 另外她在劇裡面第三套我想提到的 Minchu Kim的一套服裝 就是她在她的行暗城堡裡面 穿著一條粉紅色的公主服 沒錯 因為她是城堡裡面的公主的關係 她穿著這條裙子 站在這個樓梯上面 簡直就好像有公主 在她等待王子出現的感覺 好 而這個劇裡面其中一個很眼前一亮的一個角色 她就是南朱里了 沒錯 我覺得南朱里的樣子 她有一種很單純 好像她整個世界裡面完全沒有邪念 好像一個未被污染的一張白紙的感覺 我剛才很喜歡她的髮型 她的空氣流海很特別 她的空氣流海其實是很窄的 只是中間這一塊 然後旁邊是一個平陰 有一點長長的 我覺得整個層次這樣做得很好 而且她的劇裡面穿的衣服 都是以層疊式的造型和色彩 去混合在她的造型裡面 例如她可能穿一件大褲 一件正式的褲 但可能她在手袖裡面會露出一點顏色 好像這樣去呈現她那種 很用心去打扮 去見她自己心儀男生的一些心思 好 接著當然是整部劇裡面 我最喜歡的男主角金秀賢 沒錯 她在劇裡面 你會看到她穿很多一些 比較鬆身的T恤 破舊的一些登山褲 打扮上是一點都不突出的 因為她劇裡面的任務 就是要來到這個世界上去照顧她的哥哥 所以她不會說衣著上裡面 特別多的打扮 特別誇張 保留她那個去照顧哥哥 很down to earth的那個形象 所以我覺得這部劇裡面的形象 是設計得非常非常之好 沒錯 如果還沒看這部劇的朋友 快點走去Netflix 開始看這部劇 因為這部劇真的非常之好看 希望你們喜歡這部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要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記得同一時間開啟鈴 大家記得要留意 下一條還原靚靚拳的改造片 因為到時候你會看到一個 香港的素人變成金秀賢 好了 下條片見 拜拜 拜拜 我看過的韓劇 真正由第一集看到完 我想一隻手掃了 浪漫母屋 來自猩猩的你 太陽的後... 又要後盾 後盾 還有就是夫妻的世界 去到第五部我差不多追完的韓劇 It's okay to be not okay